報導報導,我來報告,大家好,我是報告人侯漢廷 有這麼奇怪的一件事 你去買東西,說要買一斤豬肉 老闆偏偏給你兩斤雞肉 收的錢不退你,還跟你多要錢,強賣你 雖然你想大吉大利,今晚吃雞也不錯 可是在櫃台等了半天,雞肉不給你 老闆說那就送過去吧 結果你一等,等三年 你等了三年,雞才來了,而且只來了一斤雞肉 但多收的錢也不退 但你可能有被虐待狂,愛上了老闆 或者說沒辦法,總之經常去消費 但要買的東西,他可能沒有或是不賣你 價格也比賣給別人貴 賣的也不是好東西 最後可能真的給你豬肉 但給你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你家人都開始懷疑這老闆不是什麼好人的時候 老闆突然送了你一點蔥 你就開始感恩戴德,痛哭流涕,感激替零說 謝謝老闆送我蔥 果然你這跟老闆關係一級棒 大家聽完這個故事相信都知道了 這個花錢的冤大頭就是民進黨 而賣貨的就是美國 不久前,美國白宮公告會提供台灣 3.45億美元的軍事武器援助計劃 當然是不要錢 綠營嗨翻了,立刻下標題 剖除疑美論、依賴論 在我看來,簡直是奴向進出 台灣軍方至2022年底執行中 已簽訂發架書還沒極案的對美軍事採購 總共542億美元 我們給了542億美元 美國送個3億 不就是買肉送個蔥嗎 連滿百折十的優惠都不到 這種優惠力度 在淘寶和拼多多上早就被淘汰了 結果民進黨像是得到什麼無比恩寵一樣 才3億放在整個對美軍購來看 真的是小錢 而且台灣軍方對美國還有軍購節餘款 沒收回來 還多付了52億新台幣放在美國 美國遲遲不肯退還 美國真有所謂對台灣善意誠意 先還錢呢 欠的錢不還就說送禮 分明是想賴賬吧 舉個例有人欠我2億美元 我正找他要錢他跑來了 他一坐下就說咱先別提著還錢的事 跟你說個好消息 我送你一個3.4億美元的大禮包 你一聽就覺得他在詐騙嘛 別扯那些好不好消息 先還錢 突然美國爆拍桌子 就不允許你討論還錢的事 總之現在要送你3億美元的東西 你收也是收 不收也是收 台灣人呢只能吞了 而且這所謂3億美元的內容究竟是啥 目前都不知道 台灣在傳到底有沒有什麼死神無人機 人家給台灣給的東西 台灣不僅不能商討 萬一台灣不需要 連拒絕的餘地都沒有 公開資訊說包含教育和訓練 教育和訓練 憑啥值3億 美國說了算嗎 那我送賴清德一項禮品 無價之寶 賴清德要不要向我下跪啊 那我送什麼 我送我自己 因為生命無價 俗話說得好啊 不要錢的最貴 此項軍援 拜登是用總統撥款權提供武器給台灣 那以前什麼時候使用 就是給烏克蘭 美國用這種方式援助烏克蘭30多次 換句話說 美國動用總統撥款權 緊急要把軍火彈藥送給台灣 已經將台灣視為準戰爭區了 否則照正常軍購程序來就好 何必急呢 就是認為台灣即將發生戰爭 且覺得台灣彈藥不足 才需要加快軍售進度 把台灣打造成彈藥庫 一旦兩岸開打就不用再送武器過來 那你現在 覺得台灣現在到底是越安全呢 還是越危險呢 台灣拿到美國武器就好開心 那烏克蘭也拿到了美國武器 台灣要變烏克蘭 要變戰場變炮灰嗎 綠營說 哎呀這打臉的依賴論 完全是兩回事 美方對台灣當然不是只有單線思維 又不像民進黨一樣是個單細胞生物 一方面長期武裝台灣勒索大陸 需要的時候引起兩岸戰爭 美國得利 但另一方面短期內拜登要選舉連任 解決經濟問題 因此希望中美關係和緩 不希望賴清德台獨路線 成為兩岸以及中美的麻煩製造者 講白話 狗要聽話 我要你叫才叫 叫你安靜得安靜 該獵兔獵兔 獵完兔子該死才死 不能我叫你獵兔的時候去死嘛 所以如同謝鋒所說 民主黨現在最怕的是 賴清德成為灰犀牛 成為不穩定英子 突然喊個台獨然後要美國幫忙 就好像突然說要走入白宮 跟他自己投書 說要維持現狀 截然相反 美國被突襲相當不爽 從來只有我突襲別人 哪有狗咬主人的 但沒想到 民進黨對把賴清德 比喻做灰犀牛的回應 令人笑掉大牙 民進黨說 不要抹黑無辜的小動物 民進黨是聽不懂 灰犀牛的意思嗎 還是覺得賴清德不如犀牛 覺得賴清德 骯髒 骯髒 無恥 所以把賴清德比喻犀牛 才說不要侮辱犀牛 也對啦 犀牛也不會說謊 犀牛也不會叫人打高端 但我們看到 美國近期不論是國會 或是白宮 貌似做出了一些挺民進黨 或挺台的動作 大部分都是透過公關公司 還有所謂國會有台連線串的 但白宮目前立場是啥 是希望賴清德低調 所以現在美國各方 越有所謂挺台舉動 大陸不滿 那白宮有求於大陸 最後賴清德過境串訪美國的行程 就會越來越被矮化 現在賴清德已經連AIT都進不去了 綠營 以美夢碎 綠營到時候能怎麼說呢 第一 自欺欺人 這個也是台美關係大突破啦 第二 乖大陸打壓 這說得通嗎 民進黨為了反對大陸 找美國幫忙 結果美國反而聽大陸的打壓賴清德 那還求美國求個毛線啊 賴清德不斷想把自己的台獨色彩洗掉 怎麼可能洗得掉呢 不管你咋樣洗啊 那也是個髒東西 全世界的獨裁無能統治者 大概都要羨慕民進黨 執政幹了啥 舉債花錢 花錢養媒體 媒體說好話 誰敢說壞話 那就花錢找網軍出征他 然後呢 歌舞升平 啥也不幹 遇到疫情困難的時候 疫苗靠別人捐 就這種爛黨 台灣還有四成強烈支持 會花錢就好啦 我撒幣了不起啊 那何必在意什麼財務問題 又不是自家的錢 審計部門日前公告了台灣目前的財政狀況 哪是一個字 慘 2022年底啊 債務未長餘額已達五兆六千九百九十七億元啊 平均每人負債二十五萬到二十七萬新台幣 蔡英文曾說 我遵守財政紀律 絕不債留子孫 沒錯 因為都債留徵孫 債留懸孫了 民進黨欺騙人民 她說 哎呀財政收支平衡 但根本沒把特別預算算在內 啥意思呢 我月薪三萬 支出三萬 哦平衡 哦好棒 哎 你背後怎麼藏著一張 一百萬的借據 然後把車一百萬都拿去找小姐姐喝酒啦 然後民進黨告訴你 車一百萬不能算在收支帳啦 我們家還是收支平衡 你聽不懂對不對 恭喜 你是個正常人 不會被民進黨洗腦 但民進黨支持者 可以接受哦 民進黨說 哦你看我收入好高 甚至都拿去還債了哦 好有錢 但是有個兩兆九百五十五億的借據 藏在後面不讓你知道 這兩兆是什麼錢 錢瞻計畫八千四百億 防疫預算八千四百億 跟美國買戰鬥機四千八百億 通常特別預算都是遇到了緊急的天災風災水災 像以前九二一啦然後八八風災啦 都有少數特例的編了特別預算 但是現在呢就平常沒事就給你搞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就要了八千多億 這算啥緊急為難啊 而且花的錢都花在哪裡呢 也沒有花在很緊急的份上 哦原來是民進黨要錢很緊急啊 民進黨執政像發瘋玩命一樣掏空 七年編了十一筆特別預算 好像完全不在乎未來要還債啊 為啥 我認為三個原因 第一層比較淺的 像蔡英文說 未來不是他執政啊不關他的事啊 能撈就撈 第二比較深層次的原因 因應兩岸關係 什麼情況下 你會在短短的時間內 撈錢花錢 而且像是被時間追趕一樣的緊迫撒錢 比如說要世界末日啊 比如說你得絕症啦 再不花錢沒時間花啦 再不撈沒時間撈啦 再不把台灣掏空 兩岸就打仗啦 搬完就走了 我怎麼會在乎什麼還錢 而第三個重點 這是給大陸的獨完計劃 大陸未來如果要統一 欸 島上的資源都被民進黨搬空啦 負債累累 嘿嘿大陸你得撥錢你得治啊 得拯救台灣經濟啊 消耗大陸實力啊 當然以上純屬假想虛構 如有雷同 真是不幸 那具體這些錢跑去哪了呢 防疫預算 為啥好多疫苗都靠捐 然後快篩找小吃店呢 今年五月一日 還有醫護上街頭抱怨 防疫今天沒領到 那錢到底跑去哪了 是給陳時中他們當醫藥費了 不是更正 給陳時中他們當加班費了 還是拿去買高端了 答案兩者皆是 而另外講到錢瞻 柯文哲近期炮打民進黨 錢瞻建設議題 讓綠營反嗆 一時變成綠白互打 而侯友宜暫時未加入戰場 綠營說 嘿嘿 國民黨議員跟打錢瞻議題 就是蹭科氣喉 我想這個民進黨完全搞不清楚 這一個月來 最先帶大家回顧錢瞻建設 批評錢瞻撈錢的人 是我 好 都看到了 當初怎麼通過前瞻的 在野黨說 有意見我反對 結果台上的民進黨怎麼說 噢無意通過 這就是民進黨的民主 充滿了包容和諧和團結 把不同的聲音都聽進去了 想花錢就花錢 而且第一期執行到一半 準備要執行第二期的時候 前面的執行成果 不告訴你 未來第二期要怎麼做 也不告訴你 但是就要花錢 正常情況是先有計劃 後編預算 民進黨的先編預算 後生計劃 那反正錢都編了 計劃隨便寫就有 當然一堆出製濫造 和偷工減掉 尤其民進黨執政縣市 那個開心 不僅是所謂要五毛給一塊 要五毛給一百 舉例在高雄有個漁港 高雄市政府申請三千萬整修 當時行政首長蘇貞昌 什麼三千萬 高雄市政府嚇一跳 是不是要太多了 蘇貞昌說 修宇港三千萬怎麼夠呢 最後給多少 三億 三十億 不 是給八十一億 民進黨的錢就是這樣花 還有像是新竹大車站 預算從五十億 暴增到一百零四億 新竹棒球場從三億變十二億 這些都有從錢瞻拿錢 棒球場變成垃圾掩埋場 所謂的大車站到現在還沒蓋 而且你想想看 港口 車站 棒球場 這些東西 哪裡錢瞻 又不是說投錢發展AI或5G 6G 民進黨就是看顏色給錢 陳其邁自己人給錢 林志堅小英男孩要給錢 柯文哲呢 起初前瞻計畫提了878億的預算 最後呢 民進黨只給了184億 整個前瞻預算中 給各個縣市5358億 全台22縣市 高雄獨拿1265億 將近四分之一 而過去鄭文燦執政的桃園拿748億 民進黨當然是看顏色給錢嘛 數據出來後 民進黨只能批柯文哲 這個你也有拿你還罵 這個反駁邏輯不對 本來就是罵你分配不均 現在你用我也有拿來駁斥 不能罵 這個沒有反駁到 而這所謂的前瞻計畫造成什麼問題呢 我想想 我當初真的是神預言 我在2017年節目就說 因為台灣缺工缺料 這些大工程肯定大跳票 現在一語成稱 全台到處都要搞工程 結果廠商和工人就那麼多 最後就通通都流標 然後呢 加錢 但加錢有人做嗎 沒有 還是缺工缺料 最後等於變相助長 通貨膨脹 然後一事無成 民進黨執政 就是爛了 近期台灣颱風天 除了考驗政治人物的治水能力 嗯 竟然沒有媒體關注這個 想當初韓國瑜是高雄市長時 媒體天天跑去看高雄有沒有淹水 現在呢 高雄當然還是在淹 但是再也沒有媒體關注了 幸福的高雄啊 颱風天能考驗的另一件事 就是所謂的綠能發電 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成效如何 可想而知 颱風天沒太陽 但風力發電呢 竟然只佔總發電的0.2% 颱風天吹的風都不夠有電 可能民進黨吹的還比較有電 用愛發電有點落伍 民進黨吹牛的本事來發電 台灣何愁缺電 向陳建仁開始吹牛啦 說綠電達到30% 這個數字恐怕是活在平行時空吧 平常綠電只有不到8% 如果真的有三成 不就等於2025非核家園綠電20%的比例達標了嗎 但現實是民進黨還修正了所謂非核家園 要2026才達標 而且綠電只要到15% 那陳建仁那32% 怎麼算的 那是某個一瞬間 太陽最大風力最強 剛好核電關閉時候的 一瞬間到32% 在一瞬間有一百萬種可能 該向前走或者繼續等 不管向前或等 綠電發展都沒啥好下場 鄭文燦又說 綠電發展已經超過核電了 你以為是綠電很強 根本不是 因為你把核電廢了啊 計算的時候 核一核 有些基礎就在休息了 這就像我說 我比姚明還高了 為啥 因為我把他的腿打斷 那這表示綠電厲害嗎 只表示民進黨無恥 而且世界各國推綠電是為了啥 為了環保 為了減少碳排放 但是 民進黨絕了 綠電是砍森林 砍農田 縱光電 到底環保在哪裡 減少碳排在哪裡 民進黨的智商在哪裡 可能都在民進黨的平行時空裡